Hello, 大家好, 我是Autodesk的Carol 來到第五部分 BIM 360 介紹 這部分會講述如何用 Document Management 裡面的 Markup 和 Issue 這兩個功能 我們上次上載了一些圖紙 我們這次用 AutoCAD 這張圖紙 這張圖紙出來, 左邊有一個 360 的 toolbar 裡面有一個 Markups, Issues 和 History Markups 意思是圈著某些地方 你會察覺到有問題 當這個 Markup 圈著之後 它就會記錄在 BIM 360 系統裡面 就記錄了是誰人和什麼時候去做這個 Markup 而 Issues 呢 就是比 Markup 更加詳細去記錄這件事 就是圈著問題之後 你可以給某一個同事 以及要求他什麼時候 在 Deadline 之前去回答這個問題 裡面還有 History 我們今天只看這兩顆 icon 這個 Markups 其實和下面的 Markups 都是一樣可以做一個新的 Markup 我們先試試做一個 Markup 出來 好了, 你看到按了之後 下面這個 toolbar就已經即時變成了 譬如我可以是 Freehand 的 也可以圈一些 你可以用 Cloud 或者 Rectangle 我先試一下 Rectangle 先圈著它 圈著它之後 我譬如想打一些字 打一些字 打一些字 比如說 What is this 但是這些字可能太大 你就需要在這裡 調整顏色和小些字去調整它 這個好像也是太大 再做一個小小的字 你看到框框內容的線可以讓你 remove它 你看到這裡 我做了這一個 Markup 出來 好看一點 好看一點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You are about to publish a Pirate Markup and it will be seen by all project members 這樣就OK了 Publish 那這個呢 那個 icon即時會變成了地球 這裡 你隨時可以Edit和Archive它 做了一個新的 Markup 你會看外面 你會看到這張圖子 後面這個 attribute Markup 就多了一個Number 就是一個Markup 那待會我們也會做一個Markup 做一個issue 這裡的三文就變成1 所以我們再試一下做issue 好 那我們做了issue 在這個位置 我create一個issue 那你會看到現在所有東西都灰了 你不准按的 就是因為我現在cursor 變成一個十字形的 就叫做click a location to place the issue pin push pin 這個issue是有什麼 有哪一個地址可以給它知道reference的 我錄了它這個位置 位置 那我就是想它在open 還是draft draft就是我臨時可以之後再回來改 open就是給所有人看的 那我title 然後問它 What is the product? 就是brand 那我當然可以打詳細一點 但我這裡先抄回去 這個問題一樣 那我assive to我的 譬如這個abskp 這樣 assive給它 那location 你可以打回這個 究竟是哪一個location 譬如你知道它是ground4 你打回去 甚至是ground4 哪一個位置 你都要詳細一點打 那你要什麼時候回答你呢 ABSKP 譬如我想它 6月24號之前要回答我了 那我就create 好了 這個issue就create了 那就是what is the product brand 那 assive will be aabskp 按出來看 那我的樣子呢 就會是這樣 把剛才我們的information 顯示出來 那你會見到呢 這個表裡 其實有兩顆 就是一個叫attachment 即是你 有些附加資料 譬如有些相片 你可以 把相片放在這個位置 或者你是指回去 你這個360 那些folder 的位置裏面做reference 然後如果收到這個issues的同事呢 那它就應該在這個表下 下面那裏 回答你這個issues的問題 好了 我們現在出回去 那 出回去這個版面 你就可以看到issues 是多了一個 那issues其實呢 Document management 裡面是會有一個 更加詳盡的record 那你看到這裡有個tape issues 那我就看到有一個 issues是open了的 哪個人去create出來的 這些選項 還有呢 我們可以export一些issues 做PDF 或者CSV的報告 如果是有需要利用這些record的話 那我們就試一下 轉換另一個身份 在ABSKT那裏 然後再回答這個問題 看看這裡會有什麼改變 那好了 我們用autodeskp這個身份 就login了這個project 那我也看到了 在Document management 這裡有個issues 那我就按一按進去 按進去 按進去之後呢 就是跟剛才那個issues 是一模一樣的 按進去這張圖紙裡 那進去這張圖紙裡 那進去這張圖紙呢 我和我之前的帳戶 就是一模一樣的資訊 那就可以在這張圖紙裡 這張圖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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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答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這裡 open這個位置 按一按answer 我剛才那個就是 我先看一下 你見到有分別的 open這個 activity 應該只是 行的問題裡面 再補充一些附加資料 要我answer 要一個official的answer 那我試一下在這裡再答 brandabc1 我試一下回答 我試一下回答 那你見到呢 ADSKP 就給了一個official的answer 這個issue 那我出去看看 看看分別 refresh一下 那這個issue的page 就變成了藍色 那我現在又回到我剛才carol的autodesk account 先 那好了 回到carol這個account 我們看到這個issue變成藍色 我們看到這個表呢 看看是否update先 what is the assigned to what is the assigned to 那official response 那official response 那已經答了我了 那就看一下attachment mode activity 那就是整個對話 內內會會的流程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這就是autocad的mark 和issue 那其實呢 這個markup和issue 其實呢 在pdf或者revit 都是一樣去處理的 那我們又試一下 譬如說 revit的session 你會看到呢 左手邊的icon 都是那兩個 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那我們這次就試一下 用這個markup 看一下這個markup 嗯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 那我們試一下圈著它 或者fee hand 這次 很粗啊 這個 其實粗幼呢 就是可以在這裏教的 這裏教的 那我又試試打字 我們又教小小小個字 又問一下what is this 好 不要的 先拉上一點 比較難一點去拉這個點 但不要緊 這次不拉它 我們就完成了 那這個markup 就應該在這裏 就出現了 那現在就是pirate 的 pirate的意思呢 正是我自己才看到的 那我看一下 如果我 是lock out了 做其他人呢 看看是不是 這一個 Pirate的markup 是不是其他人都看到 好了 那我現在markup了 我現在sign in 了 另一個account 都是我自己來的 另一個account 那我看回 剛才在session 這張圖子 那你見不到 那個record 的 因為是pirate 那我去看 那我去看 再按這個icons 那我剛才圈著這裏 那我看不到的 所以呢 就應該只是 剛才那裏 那裏 變成publish 才看到的 我們現在又lock in 做自己的account 接著再publish 看看分別是怎樣 好了 回來我這個account 之後呢 我就去回這張圖子 然後按開markups 那我現在看這裏 由這個鎖 就變成這個地球publish publish 好 那我現在再lock out 再lock in 剛剛剛才的account 就應該看到 這個markup行的session 那裏 好了 我現在又去到 這個account裏面 那我見到那個markup 就走出來了 好了 那今次真的看到 這個mark 就存在行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mark和issue 大家都可以刊 autocad pdf 和rivet去做 那今次這個部分 就介紹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